夜宿门事件之后,李小璐演绎是受到影响,2017年拍摄完成的新剧推到今年播出,还只能以网剧的形式上映。 近日有家官博以李小璐的棋丝妙想为话题,发布了新品,李小璐本人也被改服装品牌拍摄宣传照。 有网友调查了该公司的背景,发现这家公司成立于2019年6月份,李小璐旗下的工作市占股犯了49%,李小璐选择了与他人合作完成生业变现。 而这段时间,李小璐也做足了功课,还拍摄视频讲述自己的设计故事,并成成为一名独立设计师,是自己从小的梦想。 不知凭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,能否帮助其在服装领域而行成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